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新宇 马上带你来关心今天6月26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马上带你来了解到今天的新闻友 每最高法院费多胎权 民怨四起 拜登签署枪支管制法案 称将拯救武术生命 G7北约峰会接连登场 乌尔抗中成交点 欧洲罢工潮持续延烧 铁路航空大乱 俄罗斯二作剧双人主戏弄JK罗琳 如果想了解今天的新闻内容 就跟我一起听完台湾国际报吧 今天第一则新闻带领关心到昨天委员所博报过的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女性多胎权的罪行消息 美国最高法院在前天作出世纪判决将取消1973年罗素伟的案所保障的女性多胎权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将取消1973年罗素伟的案所保障的女性多胎权后 美国国内约有半数的州会实施新的禁令 部分州内提供多胎手术的诊所也纷纷关闭 目前美国国内有13个州有自动生效法 跟观众朋友补充一下 自动生效法在这边是指 当最高法院的判决出炉后 这些州的多胎禁令将会在30天内生效 这项判决一出炉马上引起社会的热议 昨天美国各大城市也有许多民众纷纷走上街头 高喊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等口号 来抗议最高法院的裁决 许多美国艺人也纷纷站出来发声 国民天后泰勒斯也对此表示 对于现况感到非常害怕 在经过数十年为女性身体自主权奋斗后 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她从女性的身上夺走 女歌手乖琪比利也在昨天登台表演时 向观众表示 昨天对于美国女婿来说是黑暗的一天 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也愤怒指责 取消女性堕胎权助长了悲剧性的错误 还剥夺了美国人最重要的宪法权利 让美国倒退150年 她同时也呼吁美国人民 透过选举来为自己的权益所发声 联合国也称此判决是对女性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巨大打击 而美国废止多胎权的后续消息结果如何 就让我们来持续为您关注 第二则新闻同样带你来听到有关美国的最新消息 美国枪支泛滥的问题 一直是社会大众所关注的议题之一 同时在美国大众的意见也十分分歧 有人支持持枪自卫也有人反对 而在5月发生两起害人听闻的大型枪击案后 美国立法限制枪支的议题再度掀起舆论 美国最高法院也在本周是裁定 美国人有权在公共抢核携带枪支来自我防卫 这不仅扩大了枪支的权力 同时也允许了更多人合法携带枪支 但在美国参议院及众议院却有不同的声音 参议院在本周是以65票对33票通过了枪支安全法案 同时众议院也在本周五以234赞成比193反对票通过法案 并交送给美国总统拜登 这项法案的名称为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 法案的内容则是会加强18到21岁枪支购买人的背景调查 为引入红旗法的州提供联邦资金 美国政府也会博出经费为民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同时法案还说补了男友漏洞 禁止贩售枪支给因为虐待 假保未婚伴侣的犯罪人 而拜登也在昨天签署了这项号称 美国数十年以来最重要的枪支管制法案 他也对此回应 虽然这项法案并没有让他感到十分满意 但却能挽救许多无辜的生命 下一则新闻带你来关心到政治 七大公约国组织G7峰会与北约峰会将在今天与欧洲接力登场 两场重要的会议将与各国领袖讨入乌尔战争 能源及粮食危机等等国际议题 这两场会议的重要目标放在团结西方国家 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外 还将对抗中国大陆崛起 首先先带你来关心到G7峰会 G7峰会将在今天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展开为期三天的会议 本次峰会与去年相比较为黯淡 去年各国领导人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后首度碰面 当时还誓言要将事件重建为更好 但不料今年在乌尔战争爆发后 量子短缺及经济的问题一一浮上台面 联合国还在本周五警告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全球粮食危机 外界也预估本次峰会的重点应放在 支持乌克兰持续抵制俄罗斯以及对抗通膨等经济问题 此外本次峰会还邀请阿根廷、印度、印尼以及南非等国讨论基础建设 提供他们另外的投资选择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再来带您关心到北约峰会 北约峰会将在本月29到30号与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根据消息人士指出 北约预计在会后公布将扩大部署东欧部队来加强欧洲的安全措施 北约不仅首次邀请澳洲、日本、南韩以及纽西兰 还将中国大陆崛起写入组织指导原则 明显展露出北约关注的地区将从欧洲扩大至亚太地区 下一则新闻带您来关心到欧洲及英国的现况 近期受到通膨飙升的影响 导致世界各地陆续传出抗议活动及罢工潮 英国铁路系统今天完全停摆 欧洲航班也受到罢工潮的影响而打乱 英国铁路员工本周发起30年以来的最大罢工 针对薪资及工作保障的部分进行抗议 英国铁路在今天仅提供了平时五分之一的运输量能 大量的班次遭到缩减 伦敦地铁工会也对此表示 英国通膨已经来到近40年的高点 员工的薪资成长速度已经追不上物价涨幅 本周的罢工行动是必要的 工会还希望可以撤销强制裁员的威胁 工会的秘书长林奇也表示 罢工是为了在所有试着争取加薪 争取工作保障的老公挺身而出 而欧洲其他地区同样也受到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等影响 这也促使不满之下 罢工潮持续高涨 爱尔兰连航瑞恩航空员工今天也在西班牙及意大利等地 发动罢工来抗议公司不尊重员工的休息时间 以及呼吁公司调高机组人员的薪资 这项罢工活动自24号以来 已经在比利时取消了127个航班 在法国也有36个航班遭到取消 而欧洲罢工潮的后续消息 就让我们来持续为您关注 今天最后一则新闻带你来关心到与吾尔战争有关的新闻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林 曾发文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 并捐赠数千万美元来援助乌克兰 但他近日却遭到来自俄罗斯的耳卓剧双人组戏弄 两人假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名义 与JK罗林对话 并讨论乌尔战争相关的慈善工作 根据这部影片的内容指出 JK罗林与假冒成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俄罗斯双人组进行视讯对谈 而作剧双人组向JK罗林提出许多荒谬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 例如哈利波特儿童上的闪电伤疤 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使用的符号Z十分相像 是否能将闪电沙巴改为乌克兰国徽三叉戟 JK罗林则是回答将会评估看看 但他也强调较好的方式是在他自己的社群媒体上 做些什么来吸引媒体的注目 俄作剧双人组也提到JK罗林先前所发表的跨性别言论风波 并问到邓布利多是不是同性恋 希望他的伴侣不要是跨性别者的问题 JK罗林则是微笑没有多做回应 俄作剧双人组还提到JK罗林的鲁莫斯基金会 并问他基金会的基金用途 想要利用基金会的钱来购买武器摧毁俄罗斯军队 等不尊重JK罗林的言论 事后JK罗林的发言人谴责欧洲剧者的行为激烈 并在影片中扭曲了JK罗林在乌克兰的慈善企业 以及对受难地区的家庭儿童等言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国际报 新闻内容由台湾Times制作播出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